你到达呀 作为旅行者 法贤已经超越了前代 探索西域道路的张谦 甘英等人 然而作为囚乏者 他的旅途才刚刚开始 渡过了印度河不久 法贤一行便穿越无常国 苏和多国正式开始了 在印度求法瞻仰的活动 因为这里是北印度的腹地 佛法十分兴盛 佛陀在此留下了大量的遗迹 北印度的佛教遗迹 今天大多以佛塔的形式保留下来 这要归功于历史上著名的贵双王朝 贵双是中国史记中大肉之人建立的王朝 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被匈奴击败 洗牵至中亚 创建了新的国家 佛法传播到中国 与贵双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公元前二年 大有知识者伊存来到西汉都城长安 向博士弟子井卢口寿福土经 这是佛教传入中国 以及中国人诵读佛经的开始 在随后的公元一世纪 由白马陀经而来洛阳 正是在中国传播佛教的西域高僧 也是来自贵双王朝 而今中国僧人终于来到了这段历史的起点 贵双王朝昔日的首都建陀罗 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 在这里有一个名为塔克提拜的小镇 保存着规模极大的古代寺院遗址 从这里可以依稀想象当年佛国的辉煌 可是发现到来时 这个曾与汉朝、罗马、安息 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的贵双王朝 已然溃灭 昔日的帝都如今只是一个名为 弗楼沙的小国 面对此情此景 发现也难免有所伤感 其实他不知道 自己已经比后来的玄奘法师幸运许多 毕竟他亲眼看到了 昔日贵双王朝国王所建 号称世界第一的宝塔 以及国中敬奉佛法的甚况 而再过二百三十年 玄奘到来时 所看到的只有轰然倒塌的宝塔 与废弃的寺院 而此地的百姓也大多 皈依了印度教 发现看到国衰 而法存的剑陀罗 更加坚定了求法的决心 而玄奘看到崩灭的剑陀罗 却加深了对无常的思考 历史 让法贤和玄奘 这两位相隔两百年的求法者 都看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剑陀罗 此时 法贤最重要的任务 却一直没有完成 他不远万里来到天竺寻法 本意是寻找戒律 然而 所经北天竺诸国 戒律都是由当地法师 代代口口传授 并没有成文经律可以抄写 法贤决定继续往前 进入佛教的发源地 中印度地区 去寻找佛祖的真经戒律 但此时 法贤的求法队伍 却发生了最大的一次分流 中土僧人悉行求法的目的 大概有四种 搜求佛典 从事受学 侵度圣迹 与访求明师 法贤一行 当然也不例外 既然已经到了佛国圣地 同伴们都将为自己的目标 而各自前行 有的开始动身返回汉地 有的则先行一步 到别处求法 法贤的身边 只剩下慧景和道整两位僧人 愿意陪同他一起继续南下 寻找戒律 公元402年底 已经66岁高龄的发现 与同伴重新上路 来到了纳杰国 也就是今天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 据传说在纳杰国的大山深处 有一个幽暗的石窟 当地人都说此石窟中可以看到佛祖的影子 但由于路途偏远 很少有人愿意来到这里 但是 法贤却依然来到了石窟之中 他要观瞻佛影 体验佛祖的荣光 在幽冷的山洞里 法贤的内心完全被虔诚的信仰所笼罩 离此洞少远些观察 如同佛陀真容的影像 便清晰可见 佛陀近色的像 十分鲜明而一一发光 感觉佛陀好像真的是在哪里 这是法贤第一次与佛的本体做近距离接触 在他心中 佛陀不再是典籍中虚无缥缈的存在 而是切实地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也许这一切都是独特的光影幻觉 但在法贤的内心深处 这团金色的光芒将成为明灯 照亮他接下来的旅程 公元403年3月 发现三人离开那街过 向西南方的中印度前行 他们即将第二次翻越可怕的雪山 这就是贾拉拉巴德城以南的塞菲德克山脉 当时被称为小雪山 谁都没有想到 这将是法贤新兴求法以来 最为惨痛的一次劫难 当法贤三人爬到小雪山的北一面时 突然遇到寒风骤气 这时正值春寒 刚刚大病出狱的灰景 受不了寒风的袭击 倒在了雪地里 再也没能爬起来 我已经不能活下去了 你们可以赶快离去 不要等着一气死掉 取今的愿望还未实现 你却早早往生 命运为何如此作弄人 发现性情坚毅刚强 从不为外物所干扰 这是他悉行四年以来第一次感情外露 发现在修行中是虔诚的信徒 在城市里 在城市里又是一位极种情谊的伙伴 然而恶劣的环境与悲痛的心情 并没有击到发现 埋葬了灰景后 发现与道政愤然前行 翻过小雪山 进入中印度境内 这里是佛教的发源地 也是印度佛教文化 最为丰富的地区 如果说发现的北天主之行 打开了他探索 佛国世界的一扇窗户 那么中印度之旅 就是向他敞开了佛国世界的大门 发现就像九汉的和苗 畅饮着佛祖撒下的甘露 此时的他 已经多少摆脱了朝圣者的心态 更多的是以一个外国旅行者的身份 来观察印度诸国的风土人情 发现曾这样介绍 自己眼中的古印度 这里气候温和 寒热适中 没有双雪 人民应付快乐 没有户籍和官法 他们的人生也是自由的 想耕种就耕种 想离去就离去 在发现的笔下 这里就是人间的乐土 自由的天堂 一千六百年前 发现沿着佛祖走过的道路 行进在恒河平原上 在他著名的佛国记中 对所有的一切 留下了大量的记录 不过 发现不会想到 他书写的游记 竟然成为了一个民族 失落的历史记忆 古代印度人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但由于对精神世界极端重视 从而 漠视现实生活 导致几乎没有任何事迹 流传于世 而发现 玄奘等外国旅行家的笔迹 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史最重要的史料 1987年 印度历史学家阿里 在写给北大济县林教授的信中说 没有发现等高僧的著作 重建印度史 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说 中古时代的印度历史 是一团迷雾的话 那么 发现的佛国迹 就是澄清这些阴霾的纳缕阳光 公元404年 发现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 来到了释迦牟尼的出生地 位于如今 尼泊尔境内的 加围罗魏城 因为发现认为 只有在佛祖的故乡 才能够寻找到完整的戒律 然而 当发现驻足于此的时候 才发现 往日的佛祖荣光已不复存在 一切都成过眼云烟 城中一片荒芜 只剩下民户殊石架 既有被当地人奉为圣物的白象 在旷野里游荡 又有狮子在道路上横冲直撞 佛法在佛祖的家乡 也已凋零 怀着虔诚的心情 发现一处一处地 参败佛祖的遗迹 同时也对佛教在此地的衰败 而黯然身伤 如果在佛祖的故乡都不能找到所有的滤藏 那么我还应该上哪里去寻找 这是发现新型旅途中第二次落泪 这一次为了佛祖 更为了心中的信仰 公元405年的春天 畅然若失地发现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南渡横河 来到摩羯陀国的首都 巴连浮城 这是整个印度最为宏大的城市 人民富裕凡胜 所有的贫穷 孤独 以及一切病人 都会得到布施与供养 百姓虔诚地信奉着佛教 不论大城还是小城佛法 在这里都兴旺发达 巴连浮城中 最负圣名的大城学者 叫做婆罗门子 罗沃斯婆弥 这位大师 居住在城外的大城寺里 四方德高望重的僧人和学者 若想求学义礼 都要造访这座寺院 罗沃斯婆弥的佛教造诣很深 讲解佛法精道深刻 摩羯陀国的信仲 对他崇拜如佛 发现莫名来到巴连府的大城寺 正是在罗沃斯婆弥的帮助下 他终于完成自己六年来的夙愿 找到了梦寐以求的 经书律法 公元405年到407年这三年间 发现一直居住在巴连府的大城寺 一边学习范语 一边潜信朝经 他抄写的经律有 摩赫僧底律 萨婆多仲律 另有大量从未流传到中途的佛经 论书 在公元五世纪的印度 还没有造纸和印刷术 经卷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 因此成为贝叶经 从现存的贝叶经中 我们可以看出 经文是用纤细的铁笔刻在树叶上的 如此抄写经书 不仅是对体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 也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不过 年遇古稀的法险 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辛苦和疲倦 这段日子 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法险历尽千难万险 终于在佛祖的土地上 沐浴着佛法的光辉 如即四可地吸收着 经历中无限的知识 对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 这就是最理想的修行 最幸福的生活 伴随着恒河的日生日落 法险的学业日益精进 而绿藏经书也已全部抄写完毕 看着眼前这些经书典籍 法险知道自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因为中途的僧众们 急切地需要这些滤脏佛法来整顿次序 以正刚常 不过此时 法险唯一的同伴道政 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中途众僧戒律残缺不全 此地沙门戒法严正 唯一庄严客观 我永远不想再回去了 老师 请你也别回中途了 人各有志 法险正是为中途僧人求取戒律而来 若不将子律传回故国 我中途佛法将如何发扬广大 尽管法险也十分留恋这片土地 但他始终不忘来到这里的初衷 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故国 于是法险打算独自踏上归途 这一年 法险整整七十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